1945年,傅斯年到延安访问时,毛泽东带着他漫步到礼堂,看到密密麻麻,各地献给毛泽东的紧急时,傅斯年讽刺地说了一句, 唐灾,黄灾,意思是表面看似虽很气派,但实际却不然,因为傅斯年早察觉到延安的作风就是专制渔民的作风,这句话后,毛泽东虽察觉到,但并没有回应。